所有的立法會議員都有機會看到那段片 正如昨天我在行館會開完會之後 我已經說了 今次這件事 不單是牽涉一些腸的成份 更加是對女性一個很大的侮辱 昨天有些記者、傳媒朋友問我 我們自己單方面這樣說 對女性的侮辱會不會對當事人不公道 所以我理解昨天在行館會開會的時候 我們有提過是否應該公開有關片段的內容 但因為當中是牽涉私隱 正如行館會主席昨天都說 他們是要問當事人會不會同意的 我都希望如果當事人認為需要她的公道的話 希望她能夠同意將有關的片段公開 即是不要僅限於給議員看 等公眾人士去做一個評論 不過正如我們就我們剛看的片段 無論我昨天在行館會看 或者剛才我們剛才的其他議員看到 我們公道會都認為這個行動 是絕對不能接受 而且是要予以強烈的譴責 因為一個不單是牽涉一個腸的行為 更加是對女性一個極大的侮辱和不尊重 一個普通人都不應該做的行為 竟然在立法會議員 在立法會大樓裏面做出這些行為 所以我要再次呼籲我們所有政府的公職人員 和我們立法會的職員 就著在我們立法會大樓裏面的秩序 他們應該嚴格去執行他們的職務 無論當事人是誰 是議員也好 是一個普通人也好 或者在這裡工作的人也好 他們都一定要嚴格執行他們的職務 才是可以確保在這個大樓裏面 做工作也好 出入的人 他們是得到尊重和得到保護的 至於很多人都問 會有些譴責動議 我們會不會支持 或者我們會不會做呢 我們在這裡是很清楚告訴市民聽 對這件事 我們工聯會認為是不能夠不了了之的 因為這個是對女性一個極大的侮辱 我們不能夠好像以往在這個大樓裏面 會議裏面發生的暴力事件一樣 只是出封警告信就算數 然後就不了了之 這樣是助長了一些人 那些行為是越來越離譜和過分的 所以這次這件事一定要嚴肅處理 我們理解呢 建制派的同事是會商量 會就著這次他的行動 是做一些譴責的動議 那我們工聯會是一定會 和所有建制派議員一起呢 是支持呢 就著許智峯這些這麼侮辱 和極度不尊重女性的行為呢 是予以譴責的 這次許智峯的行為呢 大家都見到啦 大家未必見到我們看了片之後呢 我們都非常之震驚 他那種的步步進逼的手法呢 是非常之粗暴 亦都是十分之不尊重女性 他的確是一種搶的手法呢 去拿那部手機的 而事件呢 一開始呢 許智峯的態度呢 亦都是非常之惡劣 非但呢 是沒有一個誠懇的道歉 亦都是毀過他人 那所以呢 我們覺得這次呢 我們建制派是透過 《基本法》第79條第7呢 去作為他一個行為的嚴重失當呢 去作為一種譴責的動議呢 我覺得非常之合適 亦都是回應了市民的訴求 因為這幾天呢 我們不論在網上啦 不論在社區呢 不論任很多不同的政治背景的市民呢 都跟我們反映呢 許智峯這個行為呢 其實是有失議員一個基本的標準 甚至乎連一個基本人的道德標準呢 都配不上 那所以呢 我們希望這次呢 不是一個政治事件 是一個呢 對人基本的尊重的一個態度 一個原則的問題 我們希望呢 其他的泛民主派呢 都不要包庇 或者輕輕放過 我留意到 現在有一些泛民主派的說法呢 就只是說 他這個是一個 技術性犯錯呢 我必須強調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技術性犯錯 這個極有可能呢 是涉及刑事 和個人的道德操守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希望呢 在這件事上面呢 其他的所有的同事呢 都跟我們一齊呢 是就著許智峯的行為呢 是支持一個譴責的議案的 因為他實在是有辱我們 作為立法會議員的公眾形象 是真的不適合再擔任立法會議員的了 我們現在會商量著 有進一步的確實點的消息 是會告訴大家 這個實情的公眾 因為現在的公眾 是否就是要來公開的 這個公眾的公眾的公眾的公眾 就是要來公眾的公眾的公眾的公眾 即是要來公眾的公眾的公眾的公眾 對於我們去評論的都不公道 因為人家就會覺得 你看過些甚麼 發生了些甚麼事 為甚麼你做這些評論 又沒有誤中肯 所以我覺得最好 我再設呼籲當事人 如果他們覺得 他們想大家都有個公道 亦都覺得公眾知情權是這麼重要 我們應該 是要公開這些片段 等公眾來到知識 這樣才可以給所有 涉事的人一個公道 謝謝